海洋公園會在星期五重開 袁芳說將會按照政府防疫指引 調整和管理客容量 確保訪客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會繼續採用網上預約制度 今晚7時開始接受預約 年底之前會推出當項香港人優惠 至於迪士尼樂園就說 會遵從衛生當局的指引準備重開 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 適當時候公布重開日期